这是许多人的童年阴影 光是看一遍就能让你三天不敢上厕所 本想再看一遍 除去的童年阴影头称 现在好了 变成了成人阴影 又是三天战战兢兢的上厕所 他的恐怖之处到底在哪 就让我们再感受一下吧 在客厅中 几个年轻男女觉得生活乏味 变向寻求刺激感 而当下最刺激的游戏 莫过于通灵游戏了 四人围坐桌前 锋利的刀片划过四人食指 一滴滴鲜血流入清澈的水中 在交错融合下 很快变成了一碗淡红色血水 主人纷纷拿起饮上一口 紧接着 他们在桌子中心点燃一盏 石油香精灯后 所有人便手牵着手 开始玩起了通灵游戏 在一阵抖动过后 眼镜男哆哆嗦嗦地说出 自己看见了鬼影存在 此时 拥有阴阳眼的小帅 并没有玩通灵游戏 见到眼镜男说 看见了鬼 他转头一看 这可把他吓坏了 只见在颤抖的四人身后 真的出现了一个 披头散发的女鬼 小帅慌忙上前 阻止这场游戏的进行 无缺的眼镜男 碎碎念着 进了厕所 可还没到下一秒钟 他就大声尖叫的 跑回了客厅 嘴中一句句 喊着有鬼啊 有鬼啊 主人听完连忙起身 朝着厕所跑去 当小帅战战兢兢地 拉开紧闭的雨帘时 可怕的一幕出现在 四人的眼中 竟然惊魂未定 他们一同向身后看去 不明白这一切 到底是怎么回事 眼镜男明明已经 死在了水缸中 可刚刚跑出去的人 又是谁 就在众人思索的时候 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墙上的深移 也渐渐靠近 仅仅慌张至极 只能靠在一起 可该来的 还是来的 此人被吓得流人尖叫 向身后望去 却没想到 水池中的死人 竟然消失不见了 伴随着客厅 传来一声尖叫 竟然连忙冲到外面 看到了 只有被吓死过去的眼镜男 自从小帅看到长发女后 回忆的事情 也在接连不断的发生 红丸通灵术的小青 生病进入医院 明明是三伏天的天气 好友小丽 却觉得异常冰冷 还要穿上厚厚的外套 当小丽起身上厕所时 小帅再次看到那个女鬼 正跟随在小丽身后 而最后一位 加入玩通灵游戏的男生 却听到诡异呼唤 直接从天台上跌了下去 这一年死了两个人后 剩余的人感觉 就快要轮到自己了 这个女孩坐在家中 手边麻绳 还一边唱着童谣 下一秒 她跟丧尸一样 拖着绳子朝客厅走去 做完这些动作之后 她又拿起水果刀 嘴中依旧唱着童谣 手中磨着刀 她已经被恶鬼上身了 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意识 正当小帅从家中赶来时 被附身的小弟 已经拿着四十米长的水果刀 刺向进步 曾经玩过通灵游戏的几人 已接连死去三人 最后一个目标 很可能就是小青 小帅慌张至极 好在有姐姐的好友大壮 大壮前来帮忙 事情才有了些许眉目 经过这段时间 所查阅的资料 大壮发现了 他们死亡的共同点 原来 他们都住在同一个村庄 黄山村 在早年书上记载 中秋之夜 过后三天 村里连续死了六十六人 是这个村中 三分之二的人数 就在两人谈话的时候 灯光忽然闪烁了一下 这更加确定了 大壮的猜想 他们没有更多时间思索 到了刺日清晨 就来到了黄山村 这个地方一片寂静 小帅环顾四周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便上前 缓缓推开一座祠堂大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块灵牌 上面写到楚人美 正当小帅思索这人是谁时 周围所有的鬼魂 都显现在小帅身前 小帅被吓得惊慌失措 撒腿就跑 不敢在这里多待一刻 所有的鬼魂 也都在这时捶着头 目送他离开 出来后 小帅连忙将自己看见的事 告诉大壮 也在这时 身旁的一个老人家 却不断的自言自语 看着老人自言自语 小帅和大壮陷入沉思 老板却上来告诉两人 老头是个疯子 整天疯疯癫癫癫的 可小帅和大壮 并没有那么认为 他们按照老人所说 找到了李强 询问当年的事情 老李听到 已经发生了三起命爱后 失声痛哭 随后颤颤巍巍的 将之前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小帅 那时的老李还只是个孩子 口中的美衣 就是楚人美 她是一个乐剧名林 对儿时的老李 颇为疼爱 来到这个村子后 美衣还嫁给了一位老师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位老师 却是个衣冠禽手 为了能娶千金小姐 竟然和别人陷害美衣 不知情的美衣 就这样被冠上了通奸罪名 一心只想保护丈夫的她 被人活活打死 这本该是天衣无缝的事情 却被老李撞见 他跑来寻找 被丢弃在乱坟岗的美衣 将这件事情都告诉了 没想到难以平复 内心气愤的美衣 化身成利管 三天内杀死了66人 村里死了三分之二的人 老李也只能跟 剩下的村民出去谋生 在临行前 他来向美衣告别 将之前美衣送给他的手镯 带回到了美衣身上 这才让美衣感到一丝暖意 怨气值 也才慢慢消散下去 说到这里 老李带着小帅 来到了埋葬美衣的地方 不过等他们刚到这里时 才发现开发商挖掘了这里 出人美的尸骸早就不见了 就在两人准备 无功而返的时候 背后又传来一阵戏剧的声音 看来美衣的尸骨 肯定被施工队丢到河地了 震惊之余 诡异的事情 还是持续不断的发生着 这个大爷坐上电梯 本想去23楼的他 电梯却只停留在13楼 一位劈头散发的女子 走了过来 这人正是大爷死去多年的妻子 在他一声声呼唤中 鬼魂掐住了大爷的脖子 可仔细一看 只是他自己掐住自己 掐得断气为止 同样出现这种状况的人 还有小青 他精神变得异常恍惑 将所有药物倒入碗中 蒸把蒸把拿起来 就是往嘴里塞 好在小帅来得及时 才救回了小青的性命 他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鬼魂已经来索要小青的命了 为了能够尽快找到答案 大壮单独一人 来到之前玩通灵的套房中 经过精心查找 他发现了一条重要信息 就在那一天 他们玩通灵的时候 食用水公司已经停水了 当时住自来水还能喝 他们玩通灵术的时候 很可能就是喝了自来水 而这自来水的供应地 正是从黄山村的河流引来的 所有被美衣索命的人 都是因为喝了自来水才死的 大壮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小帅 小帅也回想起 自己和老李去的时候 也同样喝了山泉水 难道下一个索命对象 会是自己吗 面对这个猜想 老李这里给出了答案 他一个人迈着年老的步伐 行走在大街上 突然耳边传来美衣的叫号 老李开始寻找声音来源 四处眨望着 来到一条小巷子的路 就在了感觉距离声音 越来越近的时候 老李就这样 一命呜呼了 这些诡异的事情 还发生在了小帅姐姐的男友之里 正上厕所的他 只感觉到菊花一击 起来查看事 面对这些事情的接点发生 小帅决定不能坐以待毙 要做点什么猜血 他知道美衣很可能被抛入河中 于是小帅不顾自身安危 直接跳入河中 在一番搜寻过后 他找到了手镯 大壮指引小帅 让他把手镯带在美衣手中 怨气应该会有所消散 正有此意的小帅 再次跳入了河中 可这次他像是穿破了姐姐一样 穿越到了当时美衣死的乱坟岗 他在里面摸索着 试图能够尽快找到美衣所在的位置 然而还没等他找到 几堆人提着灯笼 就朝他走了过来 小帅诧异的向其人看过去 他看到最后一个鬼魂 似乎有些眼熟 仔细打量了一下 发现这个人竟然是自己 小帅被吓得四眼八叉的 坐在乱坟岗上 当他转头一看 一双手正直挺挺的树立在那里 小帅终于看清了 这个人正是自己要找的美衣 他拿起手中准备好的手镯 正准备戴上时 小帅不断挣扎 可是到了最后还是没了气 尸体直接从河中浮出了水面 在水面上静静等待的那桩 看到这个情形 直到小帅还没能将手镯戴回去 他连忙赶回小帅家中 因为他的姐姐 还有他的姐姐的男友 都引用了自来水 下一个目标 肯定会是他们两人 为了能解救爱慕已久的女人 他直接将自来水一饮而尽 相遇即将所命的美衣 来自正面交流 很快 劈头散发的美衣 出现在了大陆面前 他被吓得连连后退 但为了保护心爱的女人 他还是勇敢站着 面对美衣 没想到 美衣根本不按常理出牌 直接附身到了小帅姐姐身上 大陆内心虽说打气 但面对自己所爱之人 他还是勇敢的一把抱 没见到这份如此真挚的爱情 也蒙盛地退意 他没再对两个人下手 身上的怨气也烟消云散 一切都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中 人生第一部恐怖片 到现在看 一夕还是害怕 特别是那世人的配约 每当想起来 都会让人一阵发出 小伙伴们 还是洗完澡 再静静坐着观看吧 不然 恐怕你会连自然水都不敢用 像我一样 已经两天没有洗澡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朋友们 别忘记动动你的双手 我们下期再见